Hello大家好,我是小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CSS的Animation 也就是CSS的動畫 好,那我們下面這裡寫了一個div 然後有給他兩個class 一個是box 一個是boxAnimation 那我們在box裡面定義了他的寬度 還有他的高度 然後還有一個背景顏色 在瀏覽器上面長這個樣子 那其實CSS的動畫是非常的簡單的 我們只要告訴他在不同的時間 我們想要套用什麼樣的CSS 那他就會自動幫我們把它變成動畫 好,那他的寫法是這個樣子 一開始我們要先去定義一個動畫 那定義的方法是寫一個小老鼠 比如keyfriends 然後在後面我們要加上我們這個動畫 他的名稱 我們要幫他取一個名字 那我這邊把他叫做changecolor好了 然後在後面要加上一對大括號 那在這對大括號呢 我們要寫上 在這對大括號裡面呢 我們要寫上 在什麼樣的時間 我們要套用什麼樣的CSS 那我們這邊可以這樣子寫 我們寫from 然後假設背景顏色 紅色 然後to 背景顏色 藍色 那這邊這個from 背景顏色紅色 to背景顏色藍色 他的意思 就是我們這個changecolor 這個動畫 他會幫我們把 背景顏色 從紅色變成藍色的喔 我們的動畫呢 就是從背景顏色紅色 變成背景顏色藍色 好 那我們上面這邊已經定義了一個動畫嘛 那我們就可以做套用囉 套用的方法是這個樣子 我們寫animation name 我們要套用一個動畫 然後呢 他的名字是 我們上面有定義了一個changecolor嘛 所以他的名字是change change color 然後呢 我們還要給他 這個動畫 他持續的時間喔 假設兩秒好了 我們就寫2s 好我們存檔 我們來看一下喔 他會變成什麼樣子喔 我們發現 他從紅色變成藍色的嘛 然後跑完動畫之後 他又變成灰色的 變回我們原本的顏色 再看一次 從紅色然後變成藍色 然後再變回我們的原本灰色喔 那我們這邊也可以改動 我們持續的時間 假設我們這動畫給他跑5秒好了 他就會從紅色 然後慢慢地變變變變變成藍色 那跑完這個動畫之後呢 他就會變回我們原本的灰色喔 那如果我們這邊把他改成 改成黑色呢 他就會從 原本的紅色慢慢變變變變變變成黑色 然後呢 跑完我們的動畫5秒之後 再變回原本的灰色喔 OK那如果我們想要讓他多跑幾次 我們可以定義一個 Animation Iteration Count 這個屬性呢 就是定義 我們想要讓我們的 這個動畫跑幾次喔 假設我寫2 那我們的動畫就會跑兩次喔 來看一下 紅色慢慢慢慢變成黑色 好再來一次 紅色慢慢變成黑色 好那我們兩次跑完了嘛 他就會變回我們原本的灰色這個顏色喔 好那我們這邊這個 Iteration Count 我們也可以把它設定成 Infinite Infinite 那我們設定成Infinite 他就會是跑無限次喔 把他秒數設短一點好了 1秒好了 那他就會無限次的一直重跑我們的動畫喔 他就一直重複一直重複 好 那這邊呢 我們也可以設定一個 Animation Delay 那假設我們Delay2秒好了 那我們把他這邊先 先改成一次就好 那 給他3秒好了 這個AnimationDelay喔 他的意思是 當我們的網頁載入之後 他會延遲多久 才開始跑我們的動畫喔 所以這邊寫2秒 他的意思 就是當我們的網頁載入之後 他會延遲2秒 才開始跑動畫喔 因為我們本來都是 網頁一載入 他就開始跑了嘛 好 那我們看一下結果 會發現 他並沒有跑喔 過了2秒之後 開始紅色變黑色 再看一次 我們載入 沒有馬上開始跑 過了2秒 紅色才變成黑色 OK 那我們把他設定成5秒呢 載入 他就會延遲5秒 才開始跑動畫喔 紅色變成黑色 好 那我們這邊喔 也可以不要寫 From2喔 我們可以給他%數喔 假設我們這邊寫0% 然後呢 20% 那再多幾個好了 40 60 80 100 那這個%數的意思呢 就是當我們的時間喔 我們這邊設0% 就當我們時間到0%的時候 他就會套用這邊的 CSS 那時間到20%的時候 他就會套用這邊的CSS 那40% 60% 80% 100% 都是一樣的喔 直接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假設我們下面這邊設的是10秒 那10秒 他的0%是多少 就是0秒的時候嘛 所以0秒的時候 他就會套用我們這邊的 CSS 這裡面的CSS喔 那20% 10秒的20%是多少 就是第2秒的時候嘛 當我們的時間走到第2秒的時候 他就會套用這裡面的CSS 那40%也是一樣 10秒的40%就是第4秒的時候 他就會套用這裡面的CSS 那第6秒第8秒第10秒 都是一樣的 那假設我們把他從紅色 從一開始0%的時候是紅色 變成橘色 紅塵 然後呢 再變黃 紅塵黃 再變綠 藍 那直接把他 最後變成紫色 好 那 把這個改成5秒好了 Delay也拿掉 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他就會從紅塵 黃 綠 藍 然後變成紫色喔 OK所以我們也可以用這個 % 來定義我們的什麼時間 然後要套用什麼樣的CSS喔 好那我這邊再演示一個好了 如果我們想要讓這個方塊動起來 我們可以這樣子寫喔 把他設定一個Position Relative 那這邊呢給他 一開始呢是 Top 石像素 Left 也是石像素 然後呢到20%的時候 變成20 30 40 50 60 然後再來變成60喔 好那大家應該 猜得出來這個結果會是什麼樣子嗎 那從一開始 0%的時候是 Top10 Left10 然後變成20 20 30 一路到60喔 那我們直接來看看 他就從這邊 左上角一路往下動 往下動 往下動 再把他設定的快一點好了 這樣動的很像老人啦 2秒 他就一路往下動 再快一點1秒 噔噔噔噔噔噔 然後呢給他 無限次數 他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好 那如果我們想要 把他改回 一次好了 那如果我們想要搭配Hover 來做使用 也是可以的喔 在後面 加上Hover 好我們重新整理 會發現這個動畫 並不是我們載入網頁之後 就開始跑 他會是我們滑鼠滑過去之後 才開始跑喔 因為我們這邊設定了Hover Hover就是當我們滑鼠滑過去 他才會觸發 這裡面的CSS喔 所以滑過去 他就跑一次 滑過去 就跑一次喔 好 好 那這個呢 差不多就是我們的 CSS的Animation喔 CSS的動畫喔 那 那希望大家都有了解喔 好那我們就下一堂課見啦 拜拜 拜拜